赵介又涉毒 原本上个礼拜才要处理的开除案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提前 在5月1号来开闸 她的姑姑 也就是台北市党部执行长赵新宇 在5月2号今天递了辞呈 黑道是不是渗透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呢 主委吴亦农坦言 党主席蔡英文确实很生气 在党则开森 开闸案突然提前 证明了吴亦农所谓的三天等待期 就是推托之词 至于吴亦农声称 看新闻才知道 赵介又黑道的背景 也挨批根本东窗事发 才在中午 我都生气了 全国的国人都在生气 如果我们的党主席不生气 我觉得才奇怪 绿色权贵政二代赵介又开闸案 一拖再拖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亦农 镜头前讲得好气 还投了蔡英文也真的怒了 却忘了当初坚持到5月3号才处理 可视他自己 现在却提前开闸 佐世金飞到底是谁的问题 本来说好三天的 但是被我这样子一质疑之后 他们是不是晚上马上就开闸了呢 代表就是说吴亦农本来的这个说法 只是一个推托之词 第一时间我召开职委会的时候 是我个人的决定 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示 即使被蓝军狂酸是赵氏家族的党内傀儡 吴亦农仍旧不必嫌 就连赵家要请辞仍是挤牙膏事 本阶段办理 真身感到抱歉 4月30号 吴亦农才喊话要有智慧 4小时之后赵英光请辞平昭 但还是有评委身份 直到5月1号传出蔡总统震怒 民进党临时会才开闸 赵英光请辞所有党务赵介又则是开除当机 至于姑姑赵信瑜则是到5月2号踩地辞呈 他认为这个事情当然很大 对民进党很伤 他就赶快断尾求生 在野党也批评吴亦农说 直到看到新闻才知道赵家有特殊背景 根本就是在装无辜 因为赵介又早在4年前就惹出争议 赵介又党员的事情 事实就是我是上个礼拜27号 看到新闻跟大家同时知道 看图说故事这些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真的不太适合 赵家黑道背景掀起绿云茶壶内风暴 就怕绿黑一家亲 天子脚下看到的不是壮阔台湾 而是壮阔黑道 记者陈旭徐光豪台北报道 好 波奇松山分局之乱 延烧两个礼拜 关键96秒监视器画面终于曝光了 这一回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 带领了松山分局所有事案主管 跟远警还原案发的经过 不过画面一公布 却频频打脸警方最初的说法 说只是有一个人动手砸电脑 梦子都丢光光 松山之晚的关键 96秒画面终于曝光 谁侵放谁灭阵 画面来说话 四月十六号十名黑人 亲蒙打猴冲进禁居 居然一路追到电梯门口 想打阳性教官 远警肉身阻挡四海帮成员 徐姓男子 他则是不断叫嚣 还拿起椅子扎向值班台 穿着拖鞋的严谨副所长 听到吵闹声从办公室走出来 用手臂勒住对方颈部压制 但小弟和突醒酒伤 继续大闹警局 完全目无法计 警方赶紧把人一路推到大门口 但徐姓男子居然还脚踹直班台 简直把警局当作格斗擂台 九十六秒真相 台北市警局坚称是直到二十一号 靠被警察po文出来 分局长林志诚五天后才知道 而且是正副所长决定把影像灭镇 晚间七点多与复兴寻左 两人在驻地监视器的主机前 把影片格式化 但市警局各种画面搭说明 跟先前说法出入很大 但十个黑衣人明明杀红了眼 撞倒红龙狂踹直班台 如此暴力却没有认定 侮辱公署妨害公务 还接受半小时后四海帮的徐姓男子 和酒商道歉 警方公布影像 无疑只想灭火外界推断的 官说疑云和黑帮勾结 但扯谎放人的画面细节 全公布在民众眼前 我不想害人 我不想让长官困扰 这句话给很多人一些采测 无官说或者是我们长官 施压的情势绝对没有 说是得到检方同意 但九十六秒核弹威力的画面 和大动作真相记者会 诸多止血说辞 遭已漏洞白出 最终真相当然由检方认定 但不知道检察官看了这一幕 自圆其说 作何感想 记者赞好报道 真的是作何感想啊 不叫大家又作何感想呢 台北市警方公布 黑人冲警局的九十六秒 关键的画面说是要还原真相 不过其实整场记者会 全部在自圆其说 为的就是替松山之乱来止血 而新秦中轮派出所所长话中有话 说不想为难长官来制造麻烦 被质疑可能有高层 甚至是明代黑道来介入根说 不过他这回出席了记者会 却没说话 只有律师代为发言 内容却变成了所长为了保全 教官的形象才自己决定灭阵 责任一人一肩扛 不过明明黑人 杂警局猖狂至极 但市警局长陈家昌 却也说他们不算现行犯 一场真相记者会荒腔走板 成了警风的直写大会 松山之乱九十六秒 完整画面曝光 从杂警局放人到灭阵 警方公布影像要的是平息风暴 但画面越多 疑点反而更显而易见 四月十六号晚间七点 也就是案发后的十七小时 前中轮所长许舒环 带着复兴寻佐 走向警局监视器主机 画面就是在此时删除的 外界质疑是议员黑帮 警戒高层勾串施压 陈家昌驳斥 强调删画面是所长和寻佐 两人的决定 许舒环仍在现场却被噤声 但所有责任全变他一肩扛起 画面如果流出 对教官个人及警察的形象 有负面的影响 并没有外传所谓的长官 明代 地方人士的施压 教授的情势 黑衣人闯进警局追打教官 还超铁翼 砸毁值班台电脑 其他人被嫁住 还想冲入寻仇 狂踹值班台 十名黑衣人第一时间没被法办 说明犯罪事实的理由 谁能相信 闯进分局大闹 没看到的旧部法办 是忌惮教官 还是与黑道熟视 无论是哪个理由 所以放走黑衣人 警方自圆其说 实在难以成立 许书桓 前副所长严敏森 和共同删除画面的 父姓寻左 都被一灭证 书纵人犯送办 但从事件爆发 官说传言满天飞 现在说 全是所长 卫护教官一人所为 分局长也不知情 所长成了止血点 用一句话打死 没有黑道 明代介入 被制警方公布影像 还原始末 这剧本看似天衣无缝 但真是事件全貌了吗 恐怕还是得等 司法调查结果出炉 这场松山之乱 才能真的真相大白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警政署长跟台北市警察局长 互杠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力挺北市警察局长 陈家昌 被影射是因为 陈家昌是柯妈妈的人 让柯妈妈直呼 真的是见到鬼了吗 澄清两个人根本不熟 而柯文哲也不满 批评这就是在带风向 陈家昌对于警政署 要求交手机测谎也反三 署长不要忘了自己才是学长 更强调只是想在退休前 做好自己的本分 你要判人家死刑也要有罪状 为了北投分 局长拔官在港中央 柯文哲前一天才通批警政署 想拔官也要有正当理由 被说是在帮北市警察局长 陈家昌撑腰 甚至还引设陈家昌是柯妈妈的人 这个就是典型的带风向 柯妈妈澄清和陈家昌根本不熟 但也不忘批评警政署 没沟通就自已拔官根本不合理 北市府力挺陈家昌拒绝拔官 但陈家昌也预告 其实离退休不远了 至于被警政署要求交手机撤谎 陈家昌不忘提醒 自己可是署长的学长 黑人闯入警局案情大走宗 派系工都戏码公然上演 中央地方护杠 政治嚼力也趁机建立实力 暗潮汹涌 记者陈旭徐国豪台北报道